需要做的就是先函数做完 当然你这个要定义名称 然后再合计再排名 然后呢这边排名 其实我之前上课是 是把它放在这边 格式化 可是后来发现同学啊 说老师这个放这边好像不太OK 所以最好放这边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改在这边 当然两个方法你也都可以试做啦 OK 好像排名放这边比较简单 因为你只要小于等于7就可以了 同一栏嘛 如果不同栏的话 那就我刚刚讲的 那可是做完之后还有就是 变成你要一直往下找 也很麻烦 所以最好是按下某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它前7名 当然这边我们只有前7名 如果说你将来不一定是前7名 你要前8前9 所以最好是不是可以 给它一个互动 请问你要找这个清单里面的前几名 你可以给个数字之类的啦 那可以把它列出来 所以待会也许做完之后啦 我们希望看到的类似像这样 就是第一个啦 把这边全部都一键完成 那这个前面好像讲过 再来就格式化 再来就是清除格式化 再来就是列出那个前7名 我们目前是只有固定就是前7 为什么因为刚好如果说7个号码 那我可以很快的把这7个号码 当成是参考 目前看起来好像有小到大 刚刚好排序了 它原来好像 不过原来过来的资料也是刚好 因为它有 对对对 一样的 所以如果大家 你如果要返序的话 比如说由 现在拉过来是由小到大 那如果你要由大到小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OK啦 好那这里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这部分 那待会呢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完成 OK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先思考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蛮多前面都有做过了 只是说呢我们把前面做过的东西 再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在这个问题 你如果也可以很快解决的话 那当然以后类似的问题 在你其他工作里面 也可以可以很快的 修改一下公式 修改一下程式 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主要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希望清除 这个清除要很简单 然后一键完成 就是把乐透彩 刚刚有四个栏位的资料全部输入 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录制聚集的结果应该 都会非常冗长 而且将来程式比较没有弹性 因为你录完之后 除了程式很多之外 那你可能将来要修改的话 你会发现 哇好多地方可能会看不太懂 太多东西 所以我们用简单的方法 输出的话就是一键输出 那里面基本上呢就前面讲过 第一个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b 栏就 sales i 列的b 栏 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 直接贴到后面去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呢 程式的撰写 第一个一样是到 vba 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是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程序叫乐透彩 上面有个插入程序 所以这个前面写很多次 那再来的话就是 sales b 所以其实我是这样 就是公式嘛 反正你先做完 然后你就是 sales b 你就先打一个空字串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空字串这边的公式呢 一样复制 取消一下 然后再来是怎么样 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就可以 但是贴上去之后呢 我前面有讲过 有两个原则要注意 也就是公式里面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那你就要怎么样 把它改成那个 就是变成两一个 变两个啦 那大家如果多的话 你可以用取代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蛮多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 如果里面呢 a2变a3的话 像这边的公式 我们看一下 这边a2下一个a3 a4 其实你可以这样切 你就知道了 2会变3 那你就把这个数字 用i来代替 大概两个原则 这两个原则掌握住之后 就变得很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呢 贴过来之后 然后我就把 这边把它改成i 那改i的话 你也可以被口诀啦 双一号双一号一到中间 and and 再加一个i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and的前后呢 加个空白 这样就OK了 其他的方法都一样啦 所以我们b做完 cd e4个栏位 那就全部做完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未来呢 你只希望贴上去之后 都不要动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名称 比如说像有没有 这个a2 a3 a4 其实未来你可以怎么样 把什么呢 把这一个 定义一个名称 有没有 叫101年的几率 cd 是不是向下 选的时候记得 把栏位名称一起选 利用什么呢 公式 从选举范围 建立顶端列 建一个名称给他 对不对 然后把它按确定 那以后的话呢 我就把 这边a2 有没有 用什么呢 这个a2部分 我干脆就直接f3 用那个101年的几率 请问多一个底线 对哦 所以它会多一个底线 因为开头好像不能用 不过已经建了 没关系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的 我们得到的 101年 可能还是这个问题 它如果开头是 那个 因为这个是它的答案 所以不能够把答案放在公式里面 所以它这边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范围 嗯 OK 那假如啦 如果说名称OK的话 其实你甚至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可以把公式贴到后面 不用改任何东西啦 主要我是叙述是这样啦 那只是说这边的话 它变成 诶 我看名称 101年 那个是它算出来的答案 所以不能够设成 那个资料 这个名称 对这个 这个的 它会循环 新高货席 哦 变抓 不不不不 应该我抓错了 应该是这个号码才对 应该是这个才对了 跟正一下我设定错了 应该是这个才对 应该是号码啦 用号码 然后这边应该是去抓那个号码才对 所以这边一样哦 F3 然后呢 去抓号码才对啦 我刚刚不能抓自己啦 这个这个 好 那这样打勾之后的话呢 结果应该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以后 如果你用号码的话 那你就直接什么 复制 直接就贴到那个公式里面哦 像这边的话哦 就直接贴啦 连A2 要把它改成Ai 都不需要 就这样改完就OK了 那其他都一样哦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如果 等一下可以的话 自己再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未来 不要去改的话哦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 有那个有i的哦 你可以用名称代替 把它改成号码 这边一样改号码 啊这边的话呢 B2 这个是BI跟C 所以你也可以把B跟C 也定义成名称 直接用那个名称来代替 那也不需要去改了哦 那一样排名都一样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以后你VBA 改完假设啦 所以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是整个 我的习惯是定义名称 比较快的方法是直接哦 这个整个选拳 感觉会不会向下 那我先确定一件事 我刚才重新定好了 刚刚这个号码也删掉好了 然后101年期 这个也删掉 假设我重新来哦 如果你要快速的 把这五个栏位 变成五个名称的话 就是一把名称也选进来 好 向下填 那 从选拟范围建立 顶端列 那从选 顶端列这个功能哦 它可以一次 自动帮你新增 很多栏的名称 它可以不局限一次哦 刚刚不是做一个范围 一个名称 那这个方法是可以多栏 也就是如果你很多栏的话 看出去的向右向下 全部都帮你把名称定义好了 这一招还蛮重要的哦 然后把它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一次呢 他就帮我把 刚刚的从号码 然后 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数字开头 自动帮你加一个底线 合计 如果这些都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改完之后呢 这个以后 这个A2这些也不用改了 直接用名称就好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那个一键完成 乐透彩清除 清除应该还记得啦 反正跑个回宣里面塞空置算 或者直接用Range 整个清除会效率比较高一些些 那这部分呢 先试一下 另外第二个的话 我也建议你也可以把它改名称 改名称之后呢 公式直接贴 你的VPA程式直接就出来了 还蛮方便 你只要会写个回圈 就搞定了 试一下 总结就是 这个原来教的 如果说你可以 这个地方会有 这个地方会必要有一个变数 A2 3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改I 那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假设你按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哦 这边全部都不会有需要变动的地方 因为都是名称嘛 那做法上面的话 只要把这个回圈先写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 我这边又多一个 乐透彩 如果用名称的话 那其实你就不需要像我之前讲 有两个原则那些 其实可以忽略了啦 因为你只要学会1 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NAS 中间的话你看有几栏 比如说4栏就BCDE 都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做完之后后面 基本上你只要加一个空字串 然后呢 把这个公式呢 直接复制 这边从头到尾复制 取消之后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那B栏贴完 C栏 D E 直接用贴的就好了 那什么地方都不需要改 但前提特别注意啊 是一律全部都要名称 你不能说你有漏掉几个 如果漏掉几个的话 你可能那几个 还是必须要用I来做 把它做完之后呢 其实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你就直接怎么 其实我就直接把它输出 你会发现它就OK了 其实做出来 结果可能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好像没什么变动 但是里面的公式就放的不一样 这个是B2加C2嘛 那如果按下去 它就是两个名称相加 OK 大概差异在这里 那再来清除的话呢 就是两个方法 我前面也有带到 就是说 要不就是你再跑一个回圈 把它的B栏资料清空清空 但是这个清空的方式 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储存格 慢慢的清除 如果你的储存格数量非常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变慢动作了 而且会越清越慢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取代 你还记得吧 第一个我先把它注解掉 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注解的话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程式删掉 以后就没得参考 所以我习惯怎么样 把这一段先做注解 2的话呢 如果我改成用Range来写的话 那一样的方法用Range R-A-N-K Range 然后呢 直接呢 哪个范围起始 从B2 所以你输入一个B2 然后冒号到哪一栏呢 到一栏结束 所以一栏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的话 你就是先结束在一个End 然后呢 再空一个最下面一列的话 你直接可以拿上面这个 直接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这个End 它的最下面一列 记得哦 这个End前后都要空白 然后后刮符之后 点Clear Contents就可以了 CL 然后Clear是清楚全部包含格式 那我只要清楚内容的话 就Clear 这样的写法 是它会先选取再整个清掉 那效率会比较高一些些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们试一下 清楚 当然如果你资料多的时候呢 会差异性还蛮大 资料少其实感觉不出来 那这个地方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格式化 刚刚有讲过了 清楚格式化刚刚也提到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把资料的前期名列出来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看 画面呢 先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乐透彩部分 等于一键输出所有结果的话 除了说可以用I 也可以用名称 用名称其实 我是觉得还蛮 好处还蛮多的 因为你以后只要懂得 复制贴上你的公式 那你会发现你一键完成的功能就出来了 流程好像变少了 不过就是只需要学会那个后回圈吧 至少forI等于哪一列到最下面 那个可能要会写的 其他的话我想应该就简单许多